大家好,我是Ochair 这些年我们用WordPress主题帮客户做了很多网站 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网站都使用了哪些模板,哪些主题 以及网站建设前和网站建设后做一个对比对照 各位以后在用WordPress做网站之前心里有一个预期 下面正式开始 我整理了一个文档供大家参考使用 这个文档链接回头放在评论区或者跟我私信留言 我们给客户做网站主要用到这五个主题 用的比较多的是Avata主题和BeSim主题 他们这两个主题的模板数量也比较多 截止到现在是2021年的10月15号 Avata主题一共有80多个戴萌演示站 也就是模板网站 不同风格,不同行业的网站 BeSim主题截止到目前 一共有600多个已经做好了不同风格的网站 我们可以从里面挑选一个比较适合我们所在行业的一个模板 我们直接修改替换里面的图片和文字 下面这个是NewsPaper主题 截止到目前一共有100多个模板站 第四个是Astra主题 它有200多个戴萌演示站 它是由Astra主题和Elementor编辑器来搭建的 第五个是RT-SIM18主题 这个主题比较可怜 只有一个戴萌演示站 但它的好评率使用率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自带产品 下面我们逐个看一下 这是Avata主题的 目前一共有84个 从左侧可以分类 一共是84个 企业的35个 带产品的Shop或者是Wocommerce的 有21个 怎么预览呢 直接点击图片 它会打开一个新窗口 这就是一个模板网站 这是首页 这是里面的页面 而且我们还可以直接看它的 在移动端的效果 在手机上它是这样的效果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B-SIM主题 它一共有600多个 左侧可以筛选 这是单页的 就是一个很长的页面 这是Portfolio 下面也可以按照主题来筛选 它上面这个小标志指的是 当前这个演示站可以用Muffin编辑器 就是B-SIM主题自带的编辑器 也可以用Elementor编辑器 这个是说明这个戴产品演示站 它有Wocommerce 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Newspaper主题 Newspaper主题当前最新版本是第11代 下面是它的模板库 默认选择的是流行 如果看全部点击右侧的全部 我的个人网站用的就是默认的第一个弹幕演示站 然后再看一下Astras主题 我们点一个看一下 这么多网站都是响应式的 就是在台式机和移动端上都可以自动适应 最后看一下这个RT-SIM18 这是首页 首页里面有产品 有Wocommerce产品 也有它这个主题自带的产品 有两种产品模型 那下面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做过的案例以及使用的模板 这个视频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